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義 各位法師各位句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來繼續講 今天應該就可以特別都講完了 講到 我們就因為講到最後面心經 階地階地 般若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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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薩婆婆 這個是所謂的大神咒 大明咒 是無上咒 無等等咒 我們說過咒語其實是後來加進去的 我們之前有發給大家一個 心經出處經文對照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再看一下 就是整部心經 基本上它主要就是 一個就是從波羅經的勸辭品來的 一個是從波羅經的大明品來的 基本上然後這個咒語 我們可以看 其實就是從陀羅尼 那麼 那個 集經裡面加進去的 就是 有一個就是習相應品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這裡 有一個是勸辭品 其實就是波羅經了 一個是大明品 大明品跟勸辭品是一樣的 就是說它是有一點類似的內容 但主要就是從兩部分 一個就是習相應品跟勸辭品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陀羅尼集經 這個叫波羅大興陀羅尼 所以這個咒語本身不是 是波羅經裡面的 因為阿涵經 我們說過阿涵經其實是沒有咒的 到初期大陣的時候其實也沒有咒 有什麼 陀羅尼 那你會看波羅經裡面常常講 它重視兩個概念 一個叫做陀羅尼 一個叫做三妹 那這個三妹裡面主要 阿涵經裡面主要是所謂的三三妹 後來有所謂的百八三妹 大聖經典裡面就有很多很多種三妹 那後來因為可能就是為了射受這些波羅門 所以就加了一些咒 但是它重點不在咒 那我們會發現到大聖經典 有射受波羅門跟沙門的部分 就是要引導這些沙門 波羅門 那波羅門跟沙門裡面都有一些 我們叫做宗教儀式 儀鬼 我們有很多儀鬼 就是後來大聖 我們這個法會裡面有很多儀鬼 其實這個是有很多宗教的儀式 那麼這個波羅門 它的一個重點就是祭祀萬人 它有很多宗教儀式 要怎麼唱 然後有什麼規矩要怎麼樣 然後這個壇場怎麼擺 那麼都很重這種東西 那後來佛法裡面 也把這一部分納進來 就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佛教 是這樣子 尤其是北傳的佛教 那沙門基本上就比較 一般來講 沙門基本上就比較重戒 或是它的一個修行方式 那大聖經典裡面有很多 就是射受這一些不同的 但是 就是他們平常用的習慣的修行方式 告訴他們 我們這裡一樣有 但是比你更殊勝 但是後來就把他引到佛法上去 所以你會看 新經講到最後講 大神座大明座 無上座無等等座 然後告訴你我們真正 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才是大神座大明座 但是後來 原來只是照這樣而已 如果是波羅經他只是講這樣 那後來就是為了射受這些人 可能就把這一些又引進去 那就真的有一座 接地接地波羅接地 要詩經一樣 大悲咒一樣 很多的咒大概都是 基於這樣的方式 所以你會發現到大悲咒 告訴你大悲咒的功德 然後前面告訴你 要用什麼心來持大悲咒 但是重點 隱身功德的不是那些咒 是那些心 因為你平等心啊 持悲心啊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我們講到大悲咒 來看大悲咒這邊 就是這個講義 前面我們有講到這個準題咒 其實準題咒的意思就是清見 依著清見而向解脫 其實他自己的意思就是怎樣 我們先看大悲咒 我們稍微來理解一下 因為咒語對我們影響很深 所以你說你看 這個看這個 咒語這一邊 大悲咒這邊最後一頁 第四頁這邊 你看 我們先看 他先講他的殊聖 就是有人持這個大悲咒 那臨命中的時候 十方諸佛皆來授所 不管你要生到哪一個國土 你都可以 我們說不是要 那我們平常不是說 你要念阿彌陀佛要一向專念阿彌陀佛嗎 他告訴你不用你念大悲咒也可以 你想去阿彌陀佛我就送你去阿彌陀佛那裡 你想去要師父那裡我就送你去要師父那裡 其實所有的咒都會這麼講 所以你後來 如果仔細去把我們早課念的十小咒 你把他後面列的功德來看 你就會發現很多都重複 就是這一些咒就具足所有咒的功德 那為什麼還要念十種 你就會發現到都是這樣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說先於一鉤籤 所以你看 你看他這裡就講 如果你送這個大悲咒 那他就怎麼樣 這個十方諸佛都來 那你不管你想要去 就是十方諸佛都來 然後看你要去哪裡 那這個佛就把你送到哪裡 那你說真的有這麼好嗎 當然不可能 那麼你送個大悲咒 十方諸佛就多來 那不太可能是這樣 那他說 那麼你送大悲咒 就絕對不會多三二道 你送大悲咒 如果你要去佛國淨土 你不去 那他是不可能成佛的 但是他已經成佛了 你看他這個就很多了 講了很多 那一生中所求 不管你求什麼都可以 那麼這些基本上 在其他的咒語裡面都有講 但是早期不是這麼說的 早期你如果看 等一下我們會來講 早期 這個是咒 我們說 我們說初期大聖 他 他 尤其你看這個波羅經裡面 他基本上不是用咒語 他是 陀羅尼 陀羅尼我們說過 其實他就是智慧的修學層次而已 文詞陀羅尼 分別之陀羅尼 錄音聲陀羅尼 石像陀羅尼 他講陀羅尼的功用 他也類似講到這樣 你有這個陀羅尼 你就怎麼樣可以相模 可以怎樣怎樣怎樣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陀羅尼 一個是三妹 這個有百千陀羅尼 那個也是三妹 種種的三妹 百千三妹 那他講到最後講 所謂的五百陀羅尼 五百陀羅尼 然後有百千三妹 主要是一百零八三妹 百八三妹 我們就說百八三妹 一百零八 一百零八種三妹 叫百八三妹 那這個三妹裡面 是以三三妹為主 其實就是正無我的 空無相無悅 那這個陀羅尼 基本上有四種陀羅尼 文詞陀羅尼 我們說過 文詞分別之 錄音聲 跟石像 那其實就是文詩修正 那石像是什麼 石像就是一切法空相 一樣 空無相無願三妹 空無相無願三三妹 基本上是正德科的空相 其實是一樣的 那通常我們就是說 一文詩修 一文詩修而正 那這個才是真正佛法裡面 佛法離不開智慧 智慧就是絕躁的心 所以他都是訓練你絕躁的心 那心要絕躁 他要穩定 所以是定 他要安定的心 那這個比較是從 比如說從文字 起觀照正實相 那你那個心要非常穩定 要專注 所以他給你一個方法 那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是佛法 正統的佛法的修行 那但是外道不是怎樣 外道就是 用手印用種子字 還是用一個儀式 還是用一個咒語 用一個聲音 那麼你就能夠得到這個功用 持這個名字 那但是一般人是這樣修的 一般人是這樣修的 那所以為了射受這些人 告訴他我們這裡也有這樣的 但是你做了這樣之後 你還必須要做怎麼樣 你要用什麼樣的心 你要做這個之前 他通常有兩種 一個就是 你可以繼續這樣做 但是你做了這個之後 你還必須要做怎麼樣 他功德會加倍 那你就繼續做了 那你繼續做之後 你的那個心就會被轉變 一個就是說 你要做這個之前 你必須還要先做什麼 叫加星 比如說 舉個例來講 他說 他已經跟你講 這個大悲咒多厲害多厲害 多殊勝多殊勝 對不對 好 那他現在就跟你講 那大悲咒的相貌是怎麼樣 那怎麼樣 就是你要送這個大悲咒之前 得到這種殊勝 你必須要有什麼心 你看 大慈悲心 平等心 無畏心 微軟酌心 那你這個心都擁有了 那你當然就有智慧 那還用講 那你有智慧的心 那當然你就擁有這些功德 你如果已經正實相了 已經成就 已經覺悟了 那你要到哪一個佛圖 當然就到哪一個佛圖 你的心跟十方諸佛是一樣的 當然十方諸佛都來 那相應嘛 那其實他就是這個道理啊 那你不知道 你以為 你以為就送這個咒 就這個咒的微得力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所以你看 他後面也有講 他說 他說 宋慈神咒發廣大補敌心 適度一切眾生 然後 深慈災戒 餘諸眾生 起平等心 平等心只是其中之一 他有講 大慈悲心 因為 因為你發廣大補敌心 就是大慈悲心 平等心 然後無畏心 渡染灌心 空觀心 就是等等這些 然後你再去送這個咒 墨令斷絕 那 注一盡事 早一清盡 著盡衣服 懸翻藍燈 想花 你看 這個曰師經也是這樣 曰師經也是這樣講 他們重點不在那裡 重點不在那個懸翻 藍燈 然後送這個咒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 你的心 平等心 清淨心 慈悲心 基本上是這樣 曰師經也這樣 曰師經說 你要送這個曰師咒 送這個曰師經 行這個曰師法門 要生無垢濁心 無怒害心 一切 他是這麼講 我們也可以講 你參考 你會發現到其實 只要是後面有加咒的 大聖經是正統的 但有些也沒有 有些只講功德 那個就不是 那個就是完全是外道 那 講這個咒的威德利 然後告訴你 你要用什麼心 你要持什麼戒 然後你可以得到這樣的功用 那個就是 佛教在射送婆羅門 跟射送外道 其實就是這樣 那如果有一些後期的 他也會講 這個咒多數證 但是只講咒的威德利 其他都沒有講 你送了這個咒 就會怎樣 會怎樣 但是沒有講這樣的 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就純粹是外道 其實是這樣 那沒有講這個咒 我單單就告訴你 怎麼樣修行這個心的 那個就是佛教 那講這個 講這個咒 然後告訴你 你要用什麼心 修行這個心 你這個咒功效才會加倍的 那個就是佛教在射送外道 如果只是講咒的威德利 多大多大多殊聖多殊聖 那個就純粹是外道 這樣分得出來 那你看經典上 你就可以知道了 這個是那個時代 那佛教為了射送外道 就像這樣 那你就加上外道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有很多人問我說 那這個是不是佛法 要看 你說巧克力牛奶是不是牛奶 它是牛奶 但是有一些人 喝牛奶會拉肚子 或是有些人 沒有甜他就喝不下去 所以就加了巧克力香香的 木瓜牛奶加什麼 他就喜歡嘛 不然他就覺得他不好喝 那巧克力牛奶是不是牛奶 如果他不是純牛奶 但是他也有牛奶的成分 那有些人加的多一點 這個比如說這個西瓜牛奶 西瓜90% 牛奶只有10% 那有些是牛奶 50% 西瓜50% 那就不一樣 它的成分要看 那你會看大聖經典裡面 有些加90% 有些加80% 有些加70% 你就這樣看你就知道 你只要看到這個經典裡面 只講這個咒的功德 只是講你念這個佛 念這個章 就有這種功德 這種名號 這個咒語 用這個手藝 就有這種功德 那個都不是佛法 它一定是教導你 你要怎麼樣 讓身口意清淨的 一定是這樣子的 如果不是這樣 那個就不是佛法 那如果我講 如果我講 你念這個咒 念這個名號 然後你做這種行為 那你能夠讓你的心清淨 我們說嘛 它有兩種 一種就是 你在做這種儀式 念這個咒 念這個名號之前 你必須要做什麼 讓心清淨的事 或是 或是你念了這個咒之後 你必須還要再做什麼 讓心清淨的事 那重點就在那個心清淨 身口意清淨 重點在這裡 那個就是佛法要射受外道的 那麼要引導世間的人的 那個還是佛法 那個還是佛法 那如果沒有 單單只是講 你這樣講 就 就 多書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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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能源之後就可以滅文意十二 那這樣 這樣就不是佛法 那你會發現他會餐 都會餐 那尤其大聖佛法要射受世間的人 要射受外道 那先要認同他 然後用他喜歡的 原來在做的東西 然後再告訴他 你還要再繼續 你之前還要做上這些 你之後還要做這些 那麼你才圓滿 才究竟 才殊勝 功德會加倍 那他就會做 做了無形中就得到了 慢慢慢慢 就像 我們說那個佳流投影 度那個婆羅門一樣 你就送這個奏 但是這個奏是什麼 諸行無常 諸法務 涅槃其境 那你不是這樣說 你還要去想他的什麼道理 他想啊想啊想啊 專心想 他怎麼樣 他就正路了 就是這樣 實際上不是那個聲音 諸行無常 你都一直這樣念就會成就 又不是 那一樣 但是用他那個概念 然後換掉他的東西啊 這個就是佛法 他色色眾生不一樣的 那你像藥師經 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就是 講過幾個咒 比如說準提咒 那準提咒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跟六支大明咒一樣 都是讓你保持身心清淨的 讓你面對不好的境 你才能夠還有那種清淨的心 就好像以前喔 有的人怕鬼喔 有的人會怕鬼 然後就寫一個字 鬼在手裡 念在手裡 他就走了就不怕了 類似像這樣 那有很多都是其實靠那個心而已啦 然後 然後 藥師經說 你送這個藥師座 或送藥師經 等一下我們再講 藥師座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這裡也有 藥師經說 因身無過著心 那你在對照大悲咒 一樣 你會發現都是在引導你那個心清淨的 無非就是清淨生口義而已啦 你看那個佛法講 諸而莫咒 重上奉行 致敬其義 都是這樣而已 因身無過著心 無怒害心 就是你要 你你送這個經聖這個奏 要讓他發揮他的功效 你必須要有這樣的心 因身無 就沒有貪稱吃嘛 很簡單嘛 無怒害心 與一切友情起利益安樂 就大悲心嘛 所以大聖基本上 他在講到心的時候 一定是一三心行六度 一定都是這樣 菩提心 慈悲心跟無所得心 那無所得心 其實就是性空位 大聖的三心 菩提心 這個上次我們有說過 大悲心 跟無所得心 就性空位 智慧的心 絕躁的心 無所得心 他說一切友情起利益安樂之心 是 利益安樂慈悲喜捨 平等之心 基本上就是類似一樣 好 那你看大悲 大悲心頭肉依也是這樣 大慈悲平等心 無為心 無懶濁心 空觀心 公敬心 悲下心 都一樣 好 所以他告訴你要如法受辭 就是什麼叫如法 你要有這種心 那你都有這種心 你當然具足無切功德 那當然 當然你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你都成佛了 那麼你的福報圓滿 智慧圓滿 那當然你就離一切惡了 好 那你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當然是一樣 一樣是這個 那我們再翻到第三頁來看 第三頁 那你看 這個 念這個大悲之後還要叫你先發願 有沒有 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念拜大悲燦的時候 常常會這樣 你看喔 他說你要辭這個大悲咒 辭這個大悲咒 叫心咒 那麼 他說你要先發願 你要先發願 那發什麼願呢 你看 藍某大悲觀世 願我樹枝一切法 願我早得智慧眼 反正就是這樣發 發這個願 那我若像刀山 刀山自吹者 我若像火湯 火湯自消滅 就跟觀音菩薩講的一樣 那麼 若遇大水水不能飄 若遇大火火不能燒 因為什麼 你水是貪水 火是撐火 你不為貪撐吃所困擾 所束縛 我若像地獄 地獄自枯竭 我若像惡鬼 惡鬼自飽滿 他就是講這樣 後面 禮三二道 那麼發誓願語 你發這個願 普提願 至心切念 然後再念 觀音菩薩的名字 那麼他也告訴你 又要念阿彌陀佛 你看 你看所有他都加進來 有沒有 念 因為印度人習慣 念他神的名號 宗教都這樣 會祈求他的神 加持他 互念他 然後解救他 都是這樣 所以他用你習慣的方式 你還是這樣修 因為你這樣修習慣的 你這樣修容易專注 他用你習慣的方式 但是稍微改了一下他的內容 你還要發願 你還要做什麼 你還要加什麼 所以你看 他念這個名字 然後告訴你 這個托羅尼神咒 那一晚要唸五遍 至少唸五遍 那五遍就唸 身中百千萬億劫生殖重罪 那你唸五遍就可以唸 百千萬億劫生殖重罪 你看那麼多 那其實不是 其實是 其實是 有你發這個願 然後有那個心 然後你的心清淨而得到的 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這個是 大悲咒 那我們來看 再來看這個 之前是講到 往生咒 那這裡後面有那個 往生咒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我們就自己看就好 那你看這個 無量受如來 就是往生咒 滅身中十惡四重五無間罪 也是 你看其實咒語都是講這樣 都是多失尊多殊聖 那你也不一定要聖人言咒 聖這個往生咒就有了 就可以滅這麼多罪了 然後我們來看 要師咒 來看要師咒 那要師咒主要是在 要師的十二大院 十二大院裡面 主要是他自己莊嚴 然後讓眾生 行菩薩大讓眾生得以離苦 遇見病的 老的 然後被關的 怎麼樣 你都想盡辦法幫忙他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說 要師流離光如來 得普提時 有本願力 關諸有情 欲重病苦 受虐乾消 防熱等病 其實不只是病 就是所有的苦 所有的苦 但是後來就把它 專門放在病上 消災嚴壽 然後就是除病跟嚴壽 變成藥師 藥師法門 變成專門在除病 跟嚴壽 我們叫做消災嚴壽 那這個災基本上是病 所以很多人生病 就是用藥師經 就會有這種觀念 其實不是 他這個藥其實是法藥 是法藥 那麼你所有的病 都來自於你沒有智慧 所以他說有恨死的嗎 你所有的病都來自於你沒有智慧 那不管是生的病跟新的病 不該吃的你吃了 不該這樣做的你做了 那麼導致於你不會保養身體 然後是不會 或是你執著什麼 那麼一般藥師法門就是除病 然後嚴壽 一般 但是佛法裡面眾生 不管是身心的病 輪迴就是一種病 他就用苦 他主要是在講苦 那麼都是因為你對輪迴 是因為你執著有我 你不知道真理 那麼我們在輪迴中不斷的受苦 是因為你不知道因果 不明因果 不明善惡業 不知道有善有惡也有報 不知道 所以你就照做惡業 那你當然你就會受苦 那麼所以 要施法門就正要施法 所有的佛法都是以法為主的 以法來治病 所以佛是大一王 法是藥 其實是這種概念的 那應病與藥 應病與藥 看這個人什麼病 那麼他需要什麼法 那應病與藥 這個是一般的醫生 從菩薩道理那來講 應以合法奪度 即未說合法 應以合身得度 極限合身 他基本 這個叫做氣離氣機 應以合身得度 其實我們常會說這個是菩薩三十二隱身 其實地上菩薩也是這樣 觀音菩薩也是這樣 普賢菩也是這樣 普賢菩也是這樣 所有的菩薩都這樣 就算是在家的唯摩解菩薩 也還是這樣 落在婆羅門 婆羅門中尊 落在岔地利 岔地利中尊 一樣的道理 一樣是這樣 應以合身得度 極限合身 應以合法得度 極限合法 應以合法得度 極限合法 極限合法 所以為什麼後來的大聖裡面 初期還沒有 後期的他會加上很多奏 然後加上很多儀式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你就喜歡這個嗎 我就讓你原來喜歡的 就好像印度也沒有抽籤的 但是中國人喜歡抽籤 好吧 我就做一些籤給你抽 只是這些籤裡面寫的都是佛法 菩薩告訴你 你要受三規五罪 菩薩告訴你抽起來 菩薩告訴你不用擔心 你只要慈在一界好好行善 你的這個惡源自然會消失 是菩薩告訴你的 所以你會覺得有效 其實不管菩薩有沒有告訴你 你這樣做就會有效 你口渴了 很不知道怎麼辦 菩薩說 這口渴喝水就會有效 你就聽菩薩的話去喝水 你就算菩薩不告訴你 沒有跟你講的去喝水一樣有效 盧世音就盧世果 但是很多人就是要聽菩薩的話 菩薩講的才有效 菩薩沒有講 可能這個水結不了渴 那你依了這樣 行善 諸二莫咒 眾善奉景 致敬其義 你自然就會解決很多問題 自然就會這樣 因為說要講人嚴重 我們就稍微把人嚴重 我們就稍微把人嚴重 沒關係 就發 蛤 不是 是看一下而已 是給大家參考看一下 沒有 講不完啊 為人嚴重哪裡講得完 是給大家看一下 人嚴重在講些什麼 我們大概講一下 發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那要施眾在講什麼呢 我們來看 他說 他遇到這一些 這一些問題 尤其是燕媚 古道 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外道的因緣 那麼或負短命 或負恨死 恨死就是不該死而死 就是你本來要 你本來 你本來 一般我們人會死 就兩種 人會死 其實就是兩種 一個就是受命禁 叫做命禁 受禁 受禁 受禁而死 一個叫做福禁而死 福報禁 沒關係 福禁而死 那你受未禁 但是福報禁的 那通常就會叫做意外 或是怎麼樣 恨死 不該死而死 叫恨死 不該死而死 一般叫恨死 那恨死 恨死裡面 基本上 都是因為損服 邪見 就是 你做了一些缺德損服的事 或是你邪見自己找死 那麼 人講的不聽 佛講的不聽 他都講了 聽那些外道的 結果自己找死 那麼這種叫做恨死 所以他這裡講 那 你念這個咒 就可以病苦消除 首求願滿 但是其實你看這個 你看我們說 剛才講 咒語其實就是滿足那些外道 認為念咒有力量 那 所以他就也 連這個咒 他說 那麼不切法地 披薩斯 居流離 人像這樣 後面很多人都常常在念 那這個咒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歸一 要是流離光如來 然後後面 集收咒約 要要要生起 那麼 基本上就是 你要了解 佛法就是要 佛法就是要 你的心 你的慈悲心 你的慈悲心 你的善心 你的善心 就是你的藥 你常常講 因為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心 你的慈悲心 就是 自 自稱認心的藥 你的喜捨心 就是自淺貪心的藥 你的善心 就是自你惡心的藥 你知道這個 所以你 你念藥思咒的時候 你要 記得這個 一切的病 一切的苦 都從業來 一切的業 都從煩惱來 一切的煩惱來 都從你 那個不清淨的心來 所以 總辭 一切病的根源在哪裡 在你的心 一切藥在哪裡 在你的心 那麼你了解到這個道理 那麼 讓這個藥生起 讓這個藥發生效用 就是要讓你的心 有什麼 有慈悲 有智慧 那這樣才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送藥思咒 所以藥思咒的重點 不再咒 像等一下我們會講 戒滴戒滴 剝落戒滴 那真的要念戒滴戒滴 嘛 念的時候要知道是什麼 念咒其實要知道 這個其實 咒語是有意思的 咒語是有意思的 只是我們後來認為 它含有多重意思 不翻 那 有一些認為 這個咒語本身 要依它的聲音 它 聲音有力量 其實聲音的力量 來自於婆羅門的說法 其實 真正的力量都來自於心 不來自於聲音 圖像 手勢 不來自於這些儀式 都是來自於心 那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 這個是佛法說的 教的正確的 那 後來因為我們習慣 接受婆羅門的說法 外道的說法 所以就變成這個咒不能翻 也不要去想它什麼意思 那這個讓我想到 我曾經去那個國外弘法 那 比如說 我去愛根廷啊 巴西啦 或是其他地方弘法 那他們也會念行經 那你就看看日本人 韓國人也是 他們也念行經 但聲音不一樣 那早期他們是懂這個意思的 後來也不懂 他就照我們的音番 你聽他們唸的聲音 還是跟我們唸的一樣 那比如說 我們去巴西阿根廷啊 那要給那些巴西人唸經 也要用他們的那種 巴西是講葡萄牙語 阿根廷是講西班牙語 用他們的發音 然後寫在那個 寫在那個 寫在那個 經文旁邊 比如說你唸普門品 南謀觀世音菩薩 用他們的音番 那他們唸起來就這樣奏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他可以唸這個聲音 他告訴他你唸這個 你唸這個經 唸這個奏 你唸這個經 然後就會有什麼什麼功德 那他就好像我們在唸奏一樣 你看那個心經也一樣啊 觀自在菩薩行生 波羅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運皆空 好 我們這樣唸的時候 我們是知道意思的啊 對不對 但是你旁邊標註 用他們比如說用英文 用葡萄牙文 用西班牙文 用日文寫在旁邊 他們唸出來 他們是不知道意思的 為什麼 他們是照音唸的啊 那你會看他們 你唸西經 觀世音 只是聲音有一點點 不太一樣 但是還是一樣的 一樣的音 觀自在菩薩行生 色不欲空 空不欲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形式 義父如是 我們唸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去思維他的意思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字啊 這個詞 是什麼道理 可以思維他的意理 但是這一些巴西人 這些阿根廷人 這一些外國人 或是日本人 韓國人 如果他不知道意思 他當然照這個聲音唸 就好像我們在唸咒一樣 是不是 一樣的啊 但是你告訴他 你這樣唸 菩薩就會保佑你 你告訴他 你這樣唸 你就會升起智慧 他也相信啊 因為心經就是智慧的 唸了這個心經 就可以離一切苦惡 可以心無寡愛 無有恐怖 可以救進涅槃 他就這樣唸 就像我們在唸咒一樣 可是真正能夠讓你 解脫離一切苦惡的 不是那個聲音 是那個道理 你那個法入心 你那個理入心 知法入法 你都不入 你都不知 你只是照念 怎麼可能會有呢 就不可能有嘛 所以你看 這個心經是翻成中文 從 從 從泛文 或是從這個印度話 翻成中國話 那中國話 我們把它翻出意思出來 那現在你不把它翻出意思 你就照這樣唸 然後把它翻成 葡萄牙語 西班牙語 日文 韓文 他們就照這個聲音唸 他們能夠由這個心經裡面 正道無我嗎 不可能嘛 沒有正道無我 我能夠得救進涅槃嗎 不可能嘛 能夠無有恐怖嗎 遠離顛倒嗎 不可能嘛 因為真正的顛倒就是我見顛倒嘛 所以 我們現在念咒也是這樣 我們現在念咒有一點像 外國人用中文念心經一樣 因為你沒有翻譯嘛 你就是聲音嘛 其實所有的咒都有意思 如果在大聖裡面 當然在波羅門裡面 不一定有意思 就是 不一定有意思 因為咒語本身不一定有意思 就要像那個符 畫符一樣 有時候看不懂沒關係 反正它有效句好 貼在哪裡 類似像這樣 那其實真正來講 我們說 後來大聖佛法會把這些咒語加進去 但是它還是有意思的 它只是告訴你種詞嘛 就討論你 你用這個咒語來射受這些觀念 比如說 你用這個咒語射受這個藥師經整個的概念 其實是這樣的 那我們在往底下看 所以它就是要生起生起 那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就稍微講一下 我們比較常用的 大悲咒 往生咒 藥師咒 然後 這個準題咒 好 那這個是講到托羅尼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人緣咒 稍微看一下 那人緣咒我們基本上 很多人其實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他在念什麼 只知道他功效很大 講到人緣咒的功德就非常殊勝 那其實人緣咒 人緣經大概在清朝非常流行 所以多數的人緣經的註解 基本上是在清朝 那雖然是說唐朝中起以後就有 但多數的人緣經的註解都在清朝 那緣緣經對多數的人來講 中國佛教非常重要 一般我們講開悟在人緣 成佛在法法 那很多人會問我 那人緣經到底是不是佛法 我就跟你講 巧克力牛奶 你問我巧克力牛奶是不是牛奶 你說是還是不是 基本上類似像這樣 後期的大聖經典 像心經他都有加 後面都有加 加奏上去 藥絲經都有加 華華經都加奏上去 所以他這個就是巧克力的部分 就是為了吸引這些眾生或是怎麼樣 但是他還是有道理的 清朝有一個叫做 叫做序法大師 那麼他研究梵文 研究這些 然後把整個人緣緣到底在念些什麼 因為我們早上都在念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每天念 那其實人緣緣緣多數都是那些佛的名字 鬼的名字 神的名字 還有你希望達到的功效 多數都是這樣 那這個比較傾向於是 反而是比較傾向於就是一般的咒語 一般的咒語 就像婆羅門 阿大婆神咒 阿大婆這個廢頭裡面 那麼很多都是我對神的祈禱 神的名字 神的功德 然後有一些就是鬼神 那麼我的希望 我希望能夠怎樣怎樣 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那如果是佛法一定在這個之外 歸佛 佛則殊聖 法則殊聖 神則殊聖 開始要講道理 他一定會講道理 什麼樣才能造成你這樣的功效 很多人其實是不瞭解 那我們剛好趁這個音緣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總共有五會 總共有五會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 人緣座到底怎麼來的 他是因為歷史是這樣的 就是一部經 然後可能可能 這個概念 然後後來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就變成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 他是演變來的 他是演變來的 總共有五會 這個是序法大師做的 序法大師研究 然後把它 人緣經裡面 到底都在講些 人緣奏裡面 人緣奏裡面 到底都在講些什麼 然後把這個 人緣奏的 整個道理 然後他有把它翻譯出來 這個講完我們再來講 波勒奏 接地接地 波勒接地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人緣奏 五會 那你看前面他就是什麼 那個瓜胡的就是他的解釋 那我們後面有附一張 沒有奏的只是解釋的 我今歸一 一切如來 一本正絕 那這個我們大家參考就好 我們就直接看那個解釋 就是給大家看他的解釋後面那一句是什麼 就是前面那個 前面那個字就是咒語 後面那個瓜胡就是解釋 那第二會這邊有一點弄到不好 就是 好 這個我們就不看 就是給大家參考 就是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直接看那個解釋的部分 你就會知道你都在念些什麼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他人緣奏就是佛頂光明 一般叫做大白閃蓋奏 佛頂大白閃蓋奏 我們來看一下 我盡理歸一切如來 我盡理歸一切如來 應等政權 那 第十月 第十月 對 第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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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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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世諸佛 然後大批之佛 大阿羅漢 你看 然後 禮靖出國二國三國 然後 就是四國 然後出國二國三國 這些弦聖聖 前面都是念這些 前面的第一會是念這個 然後 禮靖 現在 諸聖 諸天先宗 禮靖 咒術天先 聖宗 那這樣 不能看到第幾會 那我們還是從第一月看好了 這樣比較知道是第幾會 第幾月在念什麼 因為這樣念 我把它放在一起 沒有念第幾會 那我們還是從前面看好了 然後 禮靖天見 然後後面就 從第一月看好了 禮靖 禮靖這個諸天 從這個社界的天 然後到玉界的天 你看 那麼大天世界一切天先宗 然後 李氏大飯天 然後 道立天 然後 薄雀飯 薄雀飯是他們的神 那麼地天神 風天神 水天神 然後 那麼 然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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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切飯有可能是佛啦 那 因為佛叫做柏切飯 但是他們的神 有一個也叫做柏切飯 那這個應該是佛 那柏切飯的話 十方薄切飯 一路 涅槃門 那麼 所以應該是 這個是指佛 那麼地風水天神 水空 歌月天神 那麼 上士諸天 然後 大飯天 無量光衆天 五不環天 你看這個天 前面都是念這個 其實你念這個 前面都是念這個 其實就是請這些諸神 禮敬這些諸神 然後摩西守羅天 然後無想天 就是很多很多 然後後面還有你看 那麼 這是 就是關運伯切飯 就是佛啦 佛切飯是佛 然後中央佛部 他有分五部 密教都分五部 種族宗 就是 然後蓮花部 種族宗 然後金剛部 寶身部 這些 然後我們就翻過來 我們再看一下 大部分人其實是不知道 我們就這個音源 就稍微看一下 到底能源座在念什麼 那 能源座怎麼來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那能源座大概大概講些什麼 然後你看 貴運 無量壽 一切如來 一切王主 一切聖賢 然後 阿促如來 他這個就是分五部 中央是 中央是 世交佛 然後這個 無量壽佛 然後又這個 阿促佛 東方西方 西方東方 然後 藥師佛 你看 他出如來 然後後面就是藥師佛 藥師佛 藥師佛後面就是什麼 浦光說了王佛 這我們比較少知道 然後後面就是 又盡禮這個無垢佛 離垢佛 然後 再來就是盡禮什麼 保光佛 保床王佛 然後就是 再來頂禮誰 沒有 在後面就是 這些 我 我今歸一盡禮 至今發心 怨學無上教 然後就頂禮這個 大白閃蓋神咒 就是任怨咒 那接下來看 就是 就是法的部分 無能聖波羅蜜多 然後 起觀照之 令到彼岸 成就 降伏願謀 一切大聖總心 三聖內喪總心 然後 接下來就講 很多的咒 波羅普提道果 西方聯話部 觀音如意心咒 大悲咒 金剛部心咒 南方寶生部心咒 北方結魔部心咒 再翻過來看 那麼 一切結界道場 解除諸難苦夫 一切別境煩惱 轉為智慧自在 如果我們把它翻出來 我們就知道 他要叫我們做些什麼事 那如果不翻出來 你就不曉得 你就以為 念個咒 就滿天神佛加持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真正加持 都來自於你的心 我們說過 真正的加持 是法的加持 真正的相應 是心跟法的相應 不是佛的加持 屁股 不是感應 不是這個的 那其實能言咒 也是這個意思 他要你起這個心 大悲咒也是這樣 他要你起這個心 跟法相應 那麼你得到法的相應 自然就有法的加持 其實佛法是這樣子的 所謂要叫你一心 當你專注的是一心的時候 你就容易相應 但是要跟智慧 定如果不跟慧相應 它是不能得無肉的 它就只是定 那你一心 你沒有智慧 沒有思維 沒有文師 沒有 你就只是一心 所以你不知道要念什麼 你頂多 頂多 就是成就頂而已 還是會有 那但是你心裡面想 我念這些就會 鬼神加持 佛法加 佛陀加持 你可能跟鬼神相應 其實是這樣 就招感嘛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很重要 如果沒有 你念咒會不會有作用 肯定會 不管你念什麼咒都會有作用 真的 真的 一字兩字三字 一句兩句三句 你只要專心就會有作用 你甚至都不念 你只是專心 都會 都會有作用 因為作用在心嘛 心專注就會有作用 它有增上力 增上心 所以修定 你看你都不念 你只是觀呼吸 它能夠引發神通了 專注的時候都可以引發神通了 那你看 它在後面就念 這個大千 娑婆世界大千世界念 八萬四千 金剛富華神都來 那麼一切眾神 你看這個念 大聖金剛手 然後 後面虛空神 它後面就除病 你看 那麼 隱歸三寶 至諸怨害 消滅一切諸惡 諸水神眾 解除水毒 虛空神 解食器病 諸地神 解地大損病 就地水活風 這些佛毒 解食風難 風灘 那弥諾菩薩等聖眾 你後面就是菩薩 月光菩薩 虛空戰菩薩 觀之在菩薩 很多了 你看還有波斯逆網 此地菩薩 流離光法王子 要往要善菩薩 很多很多 然後有奏的四種作用 叫做襲真懷諸 襲就是襲齋法 諸就是勾召法 那麼真就是正義法 懷就是盡愛法 勾召法就是諸 我們所謂的襲諸懷真 這裡就是襲諸真懷 那麼一般講 奏的四種功效 它也在這個奏語裡面 就是能夠讓你 遠離一切惡源 然後聚集一切善緣 那麼得到一切福樂 然後遠離一切病苦災難 後面也有講 你看大日月公天子 那麼這一切 那麼翻過來 我們看 那麼金剛連鎖架 這些都是金剛神 然後寶生壇 寶生佛壇 神眾什麼 這些都是神眾的 然後後面就是 生禮燦 口 勤悔心 三頁燦悔 求佛應證 好 這個是第一會 第一會就念這個 第一會很長 能演奏是所有奏語裡面最慘的 我們念過的奏語裡面最慘的 那麼第一個都是講這個 其實都是佛菩薩神的名字 多數 然後你禮盡誰 禮盡誰 竹天啊 從祭祀辟之佛 佛啦 這些全部禮盡 第一會是在講這個 第二會呢 第二會你們看 第二會就你看 一切不重 轟 這個轟我所有都給他寫那個轟 轟你色班 波啦色系多大撒堂堂 我們就是像這樣 我敬禮大佛頂坐 呼風度路用 我們常常念這個 那這個呼風度路用就是 他種子字來的 呼風度路用 他種子字 然後後面都是這樣 西丹波比 西丹波拉 那麼波羅色低耶 這個就是成就吉祥 成就解脫筆 然後一切空行要差 地行羅創 破除難 度一切苦惡 然後後面都是一樣 都是呼風度路用 第二回我們就會常常都念這個 就除魔 除去魔葬 就是讓這些金剛神 讓你成就什麼 我今做你 千壁大神 千頭大神 千百元大神 然後大輪金剛神 然後一切諸不大力金剛神 所作諸法皆惜舊親 常隨父我 好 就是能夠加持我 能夠保護我 讓我修一切法都能成就 這是第二回 第二回主要在講什麼 第二回主要就是在講這些神 希望這些神 然後因為你念祂的這些種子字 那麼祂就來保護你 例如像這樣 這個就很明顯就是 外道的修法都是這樣修 第三回 你看 第三回就不是啦 第三回就是 你的希望 你的希望 除一切災難 有什麼難呢 亡難 賊難 火難 風難 毒難 刀杖難 兵難 激井難 雷電難 不會被雷打到 那麼大小諸恨 那麼都是用火的做力 除一切毒 難跟毒 金毒 淫毒 賢毒 賢毒難 毒蛇難 那麼毒龍 雷電 你看前面這邊也有雷電 那麼 惡禽金赤鳥 守魂鬼 守攻護你鬼 後面都是很多鬼 很多鬼的名字 就跟地藏經有一篇專門在講 什麼第一 什麼第一 什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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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也一樣 如果那些不翻 就是一個整場的咒 如果那一些不翻過來 就是一個很慘的咒 就變成咒 什麼地 有什麼地 有什麼鬼 什麼鬼 這裡一樣 都是什麼天 什麼人 什麼什麼什麼 你看 守屍鬼 守骨鬼 然後這個騎坐鬼 守行鬼 守破鬼 陽頭神 熱鬼 陰鬼 陰鬼 石精氣鬼 石胎戰鬼 石血鬼 你不曉得你唸咒 都是唸很多鬼的名字 基本上 基本上是這樣 他說 如是等 一切熱腦阻附神鬼 我記得我有一次看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裡面好像是越南的樣子 我忘記了 越南 然後他們做法會 唱的是什麼呢 唱的是我們洗手霸掌的雕 你看過嗎 你有看過這個影片嗎 他們用我們洗手霸掌的雕在做法會 我就覺得很新鮮 他們覺得很殊勝 但是我們一聽就說 這是我們的洗手霸掌 但是他們唱起來 就用那個在做法會 他們覺得這樣很莊嚴 很殊勝 但是我們聽到 但是如果我們唸這個給印度人聽到 你怎麼唸我們這邊鬼神的名字 印度人聽到 他們會知道 誒 那個鬼神的名字 就好像 因為他們好像沒有那個 他們沒有我們這種文化 他們不知道 我們一聽到 啊 你如果在洗手霸掌 但是他們的那個詞改掉了 這就是用我們洗手霸掌的在唱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 印度人如果 但是我們唸的咒音 後來跟他們可能也不太一樣了 因為那個音改變 我們唸的不準 如果唸的準的話 唸的準 你都念什麼鬼 什麼鬼 什麼鬼 都在唸這個鬼 唸什麼鬼 什麼鬼 他就會聽得 就好像 我去聽他們唸南無觀世音菩薩 我們知道他唸觀世音菩薩 但是他不知道 他就覺得他唸一個神而已 就是像這樣 你看這個 後面就是什麼 後面就是 你可以除這些難 拿這些鬼的名字 然後你看 後面就講 金剛部的夜叉 王咒 衣咒 怎麼樣 我們再翻過來 就是這些大明咒 就是這個什麼咒 什麼咒 蓮花部 因為他們有五部嘛 金剛部 蓮花部 佛部 這些咒 什麼咒 什麼咒 我們就大概看一下 都一樣 這個都是一樣 金剛部的什麼咒 佛部的什麼咒 這是他們的咒 就是稱多耶咪 吉拉耶咪 加波列 就類似像這種 這個全部都一樣 都是念這個咒 他們的咒 什麼咒 再翻到 翻回來 翻到第七頁 後面 念完了 把這些 把這些咒語都念完了 他就講 榮術我最養智世尊 願葬神利普令一切眾生殘門交互 也像這樣 這個是第三會 第三會 就是很多都是鬼 咒語 除什麼難 除什麼難 大概就這樣 如果你要念這個之後你就知道 我現在念這個就是 要除這些鬼難災難什麼的 通常就是這樣 其實都是鬼的名字 第一會基本上就是佛菩薩 一些天人什麼的名字 那第四位 第四位都在念什麼呢 在養佛力 花蓋 威德 花蓋其實就是威德 觀焰片照 赤光瞭繞 祖光盤照 紫光盤出 雲蓋 你看 雲蓋香蓋 就是我們說的香雲蓋 香雲蓋 這裡面很多的 就是托羅托羅 冰多羅 冰多羅 撐多撐多 其實就是香雲蓋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就是我們念讚的那個香雲蓋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然後片蠻法界 一般我們像 爐香 扎樂 法界 門訓 諸我還會吸咬 類似這樣 只是我們用唱個出來就不一樣 我們就會觀想 但是我們念做的時候 不會觀想這個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什麼意思 但是你這樣念的時候 你就香起來的時候 然後諸我還會吸咬 你的心就怎麼樣 意念佛 基本上是這樣 然後片蠻法界 那麼 降伏 吹伏 吹碎 那麼吹碎是什麼呢 一些災難 那麼能夠成就一切奇想 滅除重惡 大概是這樣 那最後面就是 解脫一切 不空寡月 無障礙 好 那後面就有 就是一樣 降伏 就是第四位都是 能夠降伏什麼 降伏什麼 降伏一切不好的啦 降伏一切諸魔 降伏一切鬼 降伏一切永門鬼神 降伏一切諸惡 破諸冤月 破諸幽暗 破諸災惡 破諸冤害 破一切非命 破一切毒氣 然後我們看 解諸重難 解諸重難 解虐壯熱 降伏外道 解諸惡毒 扶諸惡難 降伏一切外道 降伏一切古毒 降伏諸惡毒師 降伏惡毒咒王 降伏火天神 降伏大黑天神女 就很多啦 這很種種種 我們就不要念了 那後面 譜令諸惡鬼神 皆昔摧碎 那麼一切究竟圓滿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要降伏很多的災難鬼神 一定沒有得 好 第五會 最後一會啦 這很長啊 我相信你們 念了很久都不知道他在講些什麼 現在讓你們知道一下是好的 那你說那有我要怎麼念 念的時候 你就專心念 還能怎麼念 因為你要想也想不來 因為你要看字才能想 你現在這個字你想不來 因為除非你拿來對照 但一般 一般他不建議你念咒的時候想 那他其實有兩種 比如說那我們念心機的時候 要不要思維 如果你冰場就有思維了 那麼你念心機的時候 你馬上就有思維 那如果沒有你就專心念也可以 專心念然後下來再思維也可以 其實是這樣 但是你念念咒的時候 基本上是 有些是可以不用念 但是如果你真的 比如說你早晚課 早課就要念 念你就念 念的時候你就專心念 你就這樣 但是你知道你在念什麼 其實我念的五會就是 我歸一 我歸一佛 我歸一法 歸一身 那麼我這個 我這個因為歸一佛歸一法歸一身 那麼我的 我的這個一切災難 那麼我就 就是我依法修行 那麼我的心跟法相應 那麼我就能夠離一切苦 離一切災難 我有智慧有慈悲 基本上不會就是這樣 要告訴你這一些 那講細一點就是 你可以降伏什麼 可以降伏什麼 就是你智慧 可以斷什麼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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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講的可多了 那簡單講 就斷一切煩惱 那沒有煩惱 就不照一切諸惡惡 不照一切就不受一切苦 反正就是這樣 那第五會 你看第五會也是鬼的名字 跟前面 前面第二會 那不是第二會 第一會後面 也有很多 第二會 第二會也有很多鬼的名字 第二會也有很多鬼的名字 那第五會其實也有很多鬼的名字 你看 第一個就是噁心鬼 噁心鬼 其實就是噁心鬼 噁心 其實就是噁心 也不是噁心 就是心不好 噁毒鬼 食精鬼 食胎鬼 食邪鬼 就前面也有 食油鬼 食產鬼 就非常多了 太多了 我們就不講了 什麼鬼 第五會 第五會 你看這個都是鬼 還有女鬼 還有羊頭鬼 翻過來 看第九頁 你看還有一個爐貓鬼 像貓一樣的鬼 像蛇一樣的鬼 像雞一樣的鬼 那你真的要講 講不完 像羊 像馬 很多 壯熱鬼 一日虐 兩日虐 三日虐 五日虐 常熱 真寒 風病 黃病 有頭病鬼 有口痛鬼 有齒痛鬼 你要齒痛鬼 也是一個齒痛鬼 讓你痛的 有唇痛鬼 其實就是你身體的病而已 其實它不是真的鬼 它就是你受這個苦 你受到這個苦 那一般人會認為我受這個苦 都是因為有外力 有鬼 讓我受苦的 就好像地震 那麼打雷 什麼都是有一個神 在主管的 變成是這樣 那五谷 都是有神在主管的 類似像這樣 以前的人都這種觀念 那你看 第五位幾乎前面 都是在講這些鬼的名字 裡面都是鬼的名字 你看還有蜘蛛窗鬼 蜘蛛窗鬼 蜘蛛啊 蜘蛛啊 還有女屎鬼 街獨鬼 那麼 他念這些奏什麼 他不是念這些鬼 叫他鬼出來 沒有 他是說 我念這個奏 因為我的心清靜 我就可以制服這一切鬼 其實是這樣 如果真的要講 講不完 他就是把他們可能比較常見的 比較有的都拿出來 這個是敘法大師做的 這個不是我做的 我沒那麼厲害 是敘法大師研究做的 好 然後後面 依這個大白閃蓋心咒 那麼齊傾 這些護法 慎重 那麼 那麼這一些不好的 都不能夠 入我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麼一切的不好的 一切我念到這些不好的鬼 都不能進入我這個地方到場 其實是這樣 那麼這些奏能夠把這些鬼都綁起來 也是像這樣 好 那最後面就是什麼 最後面就是總結 我現在說這個奏 是 是 養如來力 就是佛力 那麼 這個 最終 各歸其所 像無撒道之之菩提 大概就是這樣 那如果我們 不要把這些咒語放進去 那後面就是這個文 什麼什麼什麼 像無撒道之之菩提 好 那這個就是 人緣咒的這種 大意 那 那 人緣咒 人緣咒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我們先講一下人緣經 人緣咒 人緣經的重點其實不是在人緣咒 就好像心經的重點不在 不在階梯階梯 大神咒大明咒 其實一樣的道理 我們說這個就是 佛法要射受一些婆羅門 跟外道 他用他們的方式 只是說人緣一般不會寫這麼多 大悲咒算很多了 84句 有的100多句 算很多了 但是它裡面其實是就是 其實說發願的部分 其實說讓你發起善心 其實我沒有翻而已 那麼 人緣經的重點不在人緣咒 你們是初一十五都念嗎 還是每天早上 你們沒念嗎 你們沒念 我就講到大聲的 你們沒有念沒關係 以前我記得我在服演的時候 是初一十五才念 不然你會知道要念什麼 十小咒 心經三遍 是喔 真的喔 什麼書聖 你們就念心經三遍 早上 三遍 然後從摩托波勒 然後就一直稱念 那個釋迦牟尼佛 然後就是委託戰 然後四十五分之 你們都沒有念十小咒大佩 那個 之前有 之前有 你要改過來 天天唸 對對對 後來因為 聽了這個法之後 不念了 真厲害 真厲害 什麼意思 希望說法師 因為我們唸 大概只有少部分的居士會唸這個能源咒 而且跟不上耶 不容易跟 而且唸了有時候就不知道要唸什麼 就覺得很殊勝 但不知道哪裡殊勝搞不清楚 其實 因為我們唸的那個大悲咒 唸大悲咒的那個比較 事先比較有的 因為法會很多的大悲咒 所以說像法師讓我們知道說 到底那個大悲咒在講什麼 大悲咒其實重點在慈心觀 然後發願要利益眾生 基本上是這樣 人源咒比較複雜是因為太多了 大家從清朝以後 大家都讚嘆這個人源咒 特別有人在宣揚人源咒的威得力多大多大 好像就是不管你造什麼罪 不管你要修什麼法 只要念了人源咒就一切ok一樣 吃一個很大的ok棒 貼上去就好 其實不是的 好 那這樣我們就來講一下 人源咒到底怎麼來的 人源經 人源咒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已經稍微知道了 就是說你到底都在念些什麼 很多道場很重視人源咒 甚至就覺得你只要念了人源咒 魔就不敢來 那一般有講說 我們對人源經跟人源咒有一些誤會 第一個就認為 我們一般習慣上的說法就是 佛法要滅的時候 哪一個經先滅 佛法如果要滅 哪一個經要先滅 一般我們說的法 能源經先滅 對不對 守能源經先滅 然後最後一本是什麼 無量壽經 一般是這樣說的 那佛法如果要滅 這個是出自法滅進經 法滅進經很短期 百個字而已 那這個是我們一般說的 那其實佛法不一定是這麼說 法滅進經 那我們說的這個人源經 也不是這一部人源經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就稍微把這個道理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很多的道理大家都不知道 真的 他都是以而傳而 大家就這樣講 他就以為是這樣 其實不是 就好像人源咒可以降魔這一件事 其實也不是這個意思 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講 人源咒為什麼可以降魔 其實不是咒 是托羅尼跟喪滅 降魔的魔主要是兩種魔 有四種魔 但是要降輔的主要是兩種魔 一般我們講魔有四種 對 魔主要有四種 無雲魔 無雲魔 死魔 然後一個是什麼 煩惱魔 跟天子魔 天子魔 那麼只要降輔的是這兩種 那特別是這一種 然後 人源 一般說人源咒降魔 其實所有的咒都降魔 但是 人源經裡面在說人源咒降魔 其實也不是這個意思 那大聖經典裡面說降魔的其實都不是咒 都是智慧 跟定 其實是戒定慧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那麼 我們對人源經有幾個誤會 那一個就是講法要面的時候 這個人源經先滅 守嫩元經先滅 這個是法面經經講的 守嫩元經先滅 他講 他講 就是法慾滅時 守嫩元跟波舟三昧經 這兩本經 他其實是這樣 波舟三昧經先滅 這兩本經先滅 那滅完了之後十二部經 十二部經 就是其他的經 就都滅了 都滅了 他基本上文是這樣 我看我有沒有寫 他說 法慾滅時 守嫩元經跟波舟三昧 先行化去 他是說先行化去 我們就依他的 守嫩元經跟波舟三昧經 先行化去 就先滅了 先行化去 就先滅掉 這個是法慾滅經經的 那法慾滅經也是比較後期的 末法思想裡面的 那麼他滅了之後 十二部經尋後覆滅 這是其他的經 三藏十二部 十二部不是十二部 是十二種類別 十二種類別 從宋啦 長行啦 這一種 十二部經尋後覆滅 後來就慢慢沒有了 他是這麼說 那麼進不覆現 就晚了就不會再有人 因為這樣 那麼所以後來的人 就說守嫩元經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摩他在摩就不能違反 就不能搗亂 因為守嫩元經就是在想摩的 其實這個是誤會 那麼 守嫩元經裡面最重要的就是能源咒 能源咒就是想摩的 我會得力多大多大多大 其實這個是誤會 各位 我們現在先不講這一部經講的有沒有道理 先講 等一下我們會引大波內盤經的 他又不是這種說法 更早 大波內盤經 佛滅後他怎麼說 我們先講好了 先講大波內盤這個是法滅經經說的 但法滅經到底是什麼時候誰翻譯的還不是很清楚 但不管 他是這麼說 他說法要滅的時候 他講了很多現象 白衣上座 女能精進 類似像這樣 很多末法的現象 那麼最重要的是有兩本經會先滅掉 一個是守嫩元 一個是波舟善妹經 這個其實是見法 這個其實是見佛的 現前見佛 這個其實是見法的 但不是我們這一本人源經 就是你定跟會 見佛 一個是依信的 一個是會的 這個是見法的 這個是三昧 其實他是守嫩元三昧經 他是指的這一部經 大神像裡面有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兩卷而已 也不長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他在講些什麼 大波內盤經就不是這麼說了 大波內盤經 我們覺得大波內盤講的比較有道理 我們看 但是後來的人會認為 你看 法滅進經都說 守嫩元經先滅 守嫩元經先滅 那仁元咒你看多重要 就是仁元經滅掉了之後 佛法就會滅 難傳的都沒有仁元經 他們佛法怎麼不滅 對不對 難傳的都沒有仁元經 而且唐朝以前也沒有仁元經 唐朝以前 仁元經是大概中堂 後堂以後才來的 那麼之前也沒有仁元經 他怎麼不滅 對不對 更興盛的 其實這種道理是不通的 那大波內盤經這麼說 我們來看 當然這個守嫩元經 不是我們現在這個大佛頂守嫩元經 不是喔 不是阿納摩登前女這一部喔 不是喔 等一下我們講 這個其實是見法 這個是見佛的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啊 老師說 大家都是 人家這樣講我就這樣聽 你姑且言之 我就姑且信之 就變成是這樣 他其實都不曉得道理 等一下我們講道理 大波內盤經他這麼說 大波內盤經說 譬如陰暗 他說譬如陰暗 眷久 大波尼盤經也有 大波內盤經眷久 譬如陰暗 日月不現 天氣烏雲啊 日月不現 譬如陰暗 日月不現 漁人未緣 日月時末 你就以為 太陽消失了 太陽不見了 太陽沒有不見 太陽一直在這裡 只是你被隱遮住而已 太陽沒有不見 日月時末 天氣烏雲啊 太陽明明才不見了 日月诗末 所以有没有末法 其实没有末法 末法就是你的心不理解 佛法就是末法 我们来看 那么 儿事日月十五诗末 儿事日月十五诗末 实在没有 他一直在那里 如来正法灭尽之始 三宝现末 亦复如是 如来正法 现末之始 他这里是这么讲 我们写到这边好了 如来正法 佛的法 你看他好像没有了 现末之始 事先就是消失 如来正法灭尽之始 他这样讲 不是现末 如来正法灭尽之始 这个讲法灭尽之始 讲的不一样 灭尽之始 像这种说法 吉他经也都没有讲过 都没有讲 那么三宝现末 三宝 佛法身 不见了 他也不是真的不见 只是众生的业障 众生的业障 看不到而已 好像云 五盖占助而已 如来正法灭尽之始 三宝现末 亦复如是 也是这样的 法事 法信法处法 怎么可能会 又不是墙壁 你看他讲的比较合乎佛法 就是说 道破涅槃经 见久 其他的同本一 也是一样都这样讲 譬如云丹 日月不现 愚人未言 日月时末 如来正法灭尽之始 三宝现末 亦复如是 所以你如果讲 现在是末法 法已经消失 这过几年就是全部不见了 你就是大波涅槃 已经讲的什么 愚人 其实是这样 所以 法灭尽经里面讲 守灭尽经先灭 然后波多山灭经再灭 好 那我们来讲这个道理 那这个其实不是在讲 讲这个 讲这个能源经 一般我们讲能源经有两部 一部就是唐朝的这个 讲在这里好了 我们讲能源经 其实 守能源经其实两部 出其大圣 出其大圣里面讲的守能源经 跟法面经经 差掉 跟法面经经讲的守能源经 都不是指 能源座这个能源经 都是指守能源三昧经 这个是守能源三昧经 它只有两卷而已 它里面在讲这个什么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 其实出其大圣 都是中三昧的 守能源三昧经 跟什么 这里就是大佛顶 守能源经 它很多 大佛顶 守能源 如来 蜜蜜 蜜蜜 了义什么 非常惨 就是大佛顶 守能源经 就是有能源座的这一部 这一部 这一部基本上是 大概清朝开始流行 但是在一般大家 唐朝中期以后就有了 但是从清朝非常流行 就是有能源座的这一部分 这个当然没有 这个只是讲三昧 为什么所有的三昧里面 你看大致论里面也讲 波罗经 摩霍波罗经 大致论是以摩霍波罗经的 摩霍波罗经里面讲 所有菩萨有百千三昧 简单讲就是百八三昧 然后再简单讲就是三三昧 百八三昧或是百千三昧 我们讲 波罗经 出其大圣里面 中陀罗尼跟中三昧 五百陀罗尼基本上就归纳从四种 归纳做四种 就是文词 分别之 录音声跟诗相 那么所有的三昧里面 所有的三昧里面 第一个三昧 搜射所有三昧中的三昧 就叫做首刃炎三昧 首刃炎三昧是什么呢 大致论里面这么说 我们写一下 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吗 还没 好像有讲过 好 我讲一下 第一个 大致论 大致论 致论 大致论 卷四十七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 能言咒可以相摩 其实不是能言咒相摩 咒就是种词 就是你有这个首刃炎三昧 你就可以相摩 那什么叫做首刃炎 大致论 卷四十七 他说首刃炎三昧者 他指的是首刃炎三昧 是首刃炎三昧经的 他也引用 大致论也引用首刃炎三昧经里面的很多内容 很多内容 首刃炎三昧经就是 你修这个三昧 其实他就是 一切的三昧都在首刃炎三昧里面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他讲了一百种功德 讲到一百种那很多 然后就讲这三昧的殊胜 那当然一定是想我的 才能解脱的 好 首刃炎三昧者 解释这个首刃炎三昧 今天是波罗经里面说的 那么秦元贱相 因为他是在咬秦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叫做什么 永贱 贱 永贱相 所以首刃炎是永门 那么强贱的意思 永贱 那永贱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切魔不仁夫 他说 分别之 你看我们托罗尼有一个叫做分别之 托罗尼 分别之三昧 诸三昧 一切三昧 就是你知道一切三昧的形象 比如说什么是空三昧 什么是无相三昧 什么是无怨三昧 什么是波州三昧 什么是华言三昧 什么是海印三昧 华言经就讲华言三昧跟海印三昧 那你这些三昧你就知道 就是你知道修定怎么修 那三昧是三摩地的意思 定会相应 你知道他怎么修 他从哪里入手 修了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然后有什么样的相貌 你说全部知道 就是你具足一切三昧的知识 而且你会修 所以分别之 你可以知道一切三昧 所以一切三昧都在守能源三昧里面 所以守能源三昧 就是当没有人在修三摩地的时候 就没有解脱的人了 很简单这个道理 所以没有解脱的人 就全部都是摩名 摩子摩孙 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已 所以分别之诸三昧形象 分别之三昧形象 多少深浅 你看这个叫做守能源 为什么他那么殊胜 他其实就是这样 那不是那个人缘做那个 多少深浅 就是他的形象 他怎么修怎么录 从哪里入手 得到什么 卢大将 租兵率多少 所以这个人 有什么过法 就好像医生 知道 知道所有一切治病的方法 也知道一切的药性 然后这个人 就是以往 他一样 所以守能源 人是三昧中的三昧 卢大将之租兵力多少 因为三昧都是调五烦恼的 能够趋向解脱的 多少 菩萨德士三昧 你看他就是想我就从这里来 菩萨德士三昧 菩萨只要有了这个三昧 就具足一切的三昧了嘛 其实就是这样了 因为他知道一切的三昧 要怎么样修 修了会怎样 修成功不修成功是怎样 那你修这个三昧 比如说他知道所有的禅定 你这个是路出禅 这个是路二禅 这个是路三禅 他都知道 那这个其实三昧就是这样 菩萨德士三昧 诸烦恼谋及谋人无人坏者 想谋就在这里 主要就是你烦恼 因为你有定有会 你当然就是除烦恼 那你知道所有的法 都是要除烦恼的 那你知道所有除烦恼的法 那你当然烦恼谋不能入 很简单就是这样的道理 诸烦恼谋及谋人 就是天谋 其实我们都重点是 烦恼谋跟天谋 那死谋跟无因谋 他本来就存在 他本来就会造成困扰 那么但是他不会让你造成困扰 即谋人 其实就是烦恼谋跟天谋 无能坏者 无能坏者 譬如转人圣王 他又举例 譬如转人圣王 譬如转人圣王 主兵宝将 主兵宝将 所往至处 无不相互 所到的地方 没有不相互的 所往至处 没有烦恼 不会相互的 所以他就是 想魔就是这样 就是讲了这个 另外托罗尼也是这种 他又讲 他说魔有四种 他主要是烦恼谋 及天子魔 这个是在卷63 大致认的卷63 他说魔有四种 那主要是烦恼谋跟天子魔 大家去找 他说重点就是什么 恋不信 魔主要就是 像天子魔 或是烦恼 恋不信 只要是让你没有智慧 恋不信 剥热 所以一切苦都从鱼吃生 一样 一切烦恼都是从没有智慧生的 智慧就不起烦恼 你没有智慧就常常起烦恼 还用讲 那你没有三昧你就不会出烦恼 魔最主要的 魔有四种 烦恼谋 天子谋 五音谋 死谋 他主要是烦恼谋跟天子魔 他主要是恋不信剥热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鱼吃颠倒 那你鱼吃颠倒 那你鱼吃颠倒 你当然就是怎么样 你当然就是造业起烦恼受苦 受种种的苦 他主要就是这样 另外大制作人在讲到陀螺尼菩萨也一样 大制作人卷 卷五 所以他主要在讲得陀螺尼跟得三昧 那他说 这个卷五 大制作人卷五 这个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再去看上下文 没关系 他说菩萨得陀螺尼利固 所以真正的降魔不是那个咒 不是 菩萨得陀螺尼利固 陀螺尼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四种陀螺尼 那只要就是智慧 得陀螺尼利固 因为你得陀螺尼利的力量缘故 一切魔王魔名魔人无人能动 一切魔王魔名魔人无人能动 无人能动 没有办法动摇你呢 无能动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动摇 那么无能破 这跟扎喊讲的一样 就是你心如果没有智慧 你就唯魔 就魔论 就心动 就是烦恼动就是魔在动 无破无能破 无能动无能破 无能动无能破无能射 他举个例 好像虚弥山 他下面有举例 像虚弥山 凡夫没有办法吹动他一样 因为你稳固嘛 那么他这个是得陀螺尼 这个是得三妹 一样 真正能够抚摩 能够想摩的 不是咒语 而是什么 托螺尼跟三妹 那这两个最后的终结就是什么 智慧 其实是这样 他下面几个批 像虚弥山 凡夫要用嘴吹气 让他动 动不了 我们就不写了 一个写不下了 那所以 这个 这个是所谓的 所谓的 所嫩言 或是托螺尼 那么三妹 因为你 托螺尼是什么 先种词 那么你记忆 你理解 这个是什么法 这个怎么修 你都知道 这个经讲什么道理 那你分别之 然后录音声 你就修 文师修 然后正 然后正就是 修就是修三妹 修就是修三妹 好 那这个是 所以不是人言咒可以想某 是 守任言三妹 可以想某 其实是这样 那 就算法面经经讲的 法面经经讲的 守任言也不是阿难跟摩登前女这一部 守任言经 而是守任言三妹经 他在讲这个三妹要怎么修 里面完全没有咒 就是讲这个三妹怎么修 你修这个三妹 你要注意什么 这三妹有什么功德 在讲这一些 那个龙素时代 龙素也看过 所以他在 他在引用 守任言三妹里面的很多 很多话的时候 他引用了好几次 他引用了好几次 也是指这本守任言三妹听 所以 法面经经讲的 守任言三妹 先灭 也不是指守任言经 因为法面经经出现的时候 守任言经还没出现 而是这种守任言三妹经 这我们要知道 好 那守任言三妹就是 知一切三妹 就是 你会修一切三妹 你就是得守任言三妹了 那这个是一个 另外 另外 我们是讲到几点 十一点半 十一点半 还有一个接地接地还没讲 先讲接地接地 好了 不然等一下讲不完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说 咒语后面加的一些咒语 因为现在讲到我们常念的一些咒 人言咒 因为人言经里面讲的文殊菩萨 持人言咒去救阿难 如果不持人言咒去救阿难 阿难就会破戒 那因为阿难照理说已经正出国 怎么样也不会破戒 那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在 最早 我们还是讲一下 稍微讲一下 等下再来讲 总结而已 那么这个故事最早在 最早的摩登茄经里面 并没有咒语 最早 记载这个故事的 就是 就是 有一个女人 尤其叫摩登茄女 也叫什么女 所以很多种名字没关系 摩登茄是她的种姓 例如说詹陀罗尼 类似像这样 或是她母亲的名字 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就是有一个摩登 有一个女孩子 非常喜欢阿难 那么 她用咒诅 或是她用一些幻术 然后让阿难不知不觉走到她家 然后女孩子就抱住阿难 大概情节前面都是这样而已 那有好几部经 《律论》里面都有记载这件事 都有记载 非常多 但是最早的记载 叫做摩登茄经 它其实是没有咒语的 它并没有咒语 只是佛陀 知道了这件事 然后也没有特别用什么咒语 用什么力量 然后只是我们稍微说一下这件事 就是最早的是摩登女经 最早的一本经叫做摩登女经 摩登女经 它有很多同本意义 那么这个摩登女经 没有特别说 没有特别说有咒 没有 然后有一本摩登女解行中六四经 也没有 就是最前面的都没有讲到用咒语去救她 没有 这是比较早的 这是比较早的 这两本是都应该类似的同本意义 但是有类似像一样的 但是后面就有咒咒 我们讲完这个 摩登女解行 六四经 这两本其实都没有讲到用咒语 但是她讲到有这件事 但是佛只就是知道 那么 那么 然后阿难 她可能是佛意念阿难 阿难意念佛 那个时候阿难很紧张 因为那个女的忽然抱住她 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她就一心念佛 让心定下来 就是她把心静下来 然后念佛 那佛知道了 然后 没有特别讲 到底阿难怎么脱离 但是因为阿难心就定下来 虽然三妹 但是她 她听定下来之后 然后 阿难没有多久就离开了 就是这样 她只是没有特别讲到什么 那后来 类似像这样的经 开始就不一样了 开始 开始有一句咒 三句咒 然后三句咒之后 开来有变成四句咒 就是那个咒语越来越多 有三句咒去救阿难 有十句咒去救阿难 然后有很多句咒 十句句救阿难 后来就变成人缘咒 有那么多那么多 人缘咒有两千多字 人缘咒总共有两千多 就变成两千六百二十个字 就变成那么多句 就是你会看到她本来没有 后来变成 后来变成有三句咒 她三句咒是怎么样呢 我写给大家念看看 原来只有这三句咒 就有那么大的功用 后来就变成要舞会 写在哪里 我看一下 他本来只有这三句咒 摩登茄经 后来像你看 他一样同样的经 他有一点叫做摩登茄经 摩登茄经 这是一样的 他叫做摩登茄经 摩登茄经 摩登茄经 就是说前面都一样 前面都一样 后面就不一样了 就是佛就以咒救父 那你就会知道 这个是演变来的 一直演变 一直演变 演变到舞会 最早都没有 以咒救父 佛知道了 就以咒救父 然后念了这三个咒 叫做西滴滴 你看这个能源咒 只有这样而已 西滴滴 然后阿珠滴 西西滴阿珠滴阿尼滴 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是三句而已 然后就把阿难救回来了 然后后来就有一本经 也类似像这样 前面都一样 就变成有四句咒 把他救回来 后面就要十句去做 越后面越难救的样子 然后后来就变成舞会 然后就把阿难救回来了 那你看念那个咒语 你解释那个咒语 他到底怎么救阿难的 这伦书不少去 这个什么鬼 什么鬼 念了一堆就把阿难救回来 有可能吗 不太可能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我们就说 大圣经典 大圣经典基本上 就会加入他们喜欢的 这个是比较后期的 摄受这些外道或婆罗门 但是他会表法 文书表什么 表智慧 那么持咒表示什么 心专注 定 基本上你要解决一切的磨难 都是三妹 或是陀罗尼智慧 是不是 一样是这样 一样是这样 所以真正想某的是三妹跟智慧 定跟慧 或是戒跟戒 然后定跟慧 但那个时候没有 那就是定跟慧 所以文书是代表智慧 然后持咒是代表陀罗尼 其实是这样的 然后用三妹 以守能源三妹 那么解脱一切的磨难 其实是这样的 那后来就 后来就重视这个能源咒了 那后面还有很多 当然也有佛用陈地狱 所以佛发陈地狱 然后把阿难救回来 那么这个也可以说得通 但是这个并不是用咒 原来是没有的 原来最早的 比奈耶戒律里面也有记载 但是是比奈耶戒律 那个也很古的 最古的一本戒律 翻译的 文文翻译来的 他说佛已成帝 成十语 他就是佛知道阿难受难 就成帝 然后他只是 这个经文里面有时候也会讲 他只是说 类似讲 这个 归一佛 两族尊 归一法 离一尊 归一身 正中尊 这样 就是佛是无上的福田 佛是生且是无上的福田 法是真正的真理 佛是无上的 这些 那么三宝 他有他的威得力 那么阿难 阿难的力量 阿难基本上是信仰三宝 他自然有那种威得力 阿难没有多久就回来了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也可以说得通 但是后来用咒语就变成慢慢加了 本来没有 后来加加加加加到现在五会念佛 不是五会念佛 五会的咒语 神咒 那这个其实是 我们会发现到他的演变 但是其实不是佛法原来讲的 好 那彼奈也是券三里面有用沉地 大家待会去看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接地接地波落接地 这最后面 最后面 我们就稍微解释一下能源咒的问题 能源咒的问题 好 那今今最后叫做接地接地波落接地波落生接地 那因为大名咒嘛 那这个我们说这个是后来加进去的 原来没有 原来他 原来波落经就是 原来心经就是结合波落经的两段文 结合在一起而已 结合在一起 那这一段不在波落经里面的 它其实是从密教里面后来加进去的 所以他就开始也急收咒约 接地接地 波落接地 波落生接地 菩提萨婆赫 那因为后来的部派其实也都有咒 也都有咒 但是他有像四分历他就说 你不能送世俗的咒 你要送佛法的咒 那四分历他也有咒障 那大众部也有咒障 所以变成说 在这个经后面有时候都会加上咒语 那么来肯定 就是加上咒语来肯定这个读经的功德 只是这样而已 只是这样而已 那接地接地 波落接地 波落生接地 是什么意思呢 接地接地 波落接地 就是去呀去呀到彼岸去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 大家都 到彼岸去 正觉素及成就 那接地接地 波落接地 就是以智慧到彼岸 就是接地接地 到彼岸去 到彼岸去 这个是智慧 解脱的智慧 无漏的智慧到彼岸 到彼岸 到彼岸的彼岸 类似像这样 简单讲是这样 那现在已经讲完了 现在已经讲完了 你已经知道这个心要了 你已经知道这个 从五蕴 从六处 然后 从这个五蕴里面去观 不依不欲 不来不去 类似像这样 不有不武 那么不禅不断 你这样去理解之后 知道射受掌警示 那么这一些都是无我 那么这个心要你掌握了 那就要怎么样 到彼岸啊 是不是 你是要以这个智慧到彼岸的啊 那你现在有了这个智慧 你要不要到彼岸 要啊 所以就告诉你 去啊去啊 到彼岸去 而且大家都以这个智慧到彼岸去 那么希望所有啊 有智慧的人都能够什么 竖籍成就 正觉的竖籍成就 都有智慧的 波勒生皆滴 菩提萨柏佛佛 菩提就是正觉嘛 萨柏佛佛就是 竖籍成就啦 一切竖籍圆满 就像极极如律令一样 那其实他是在告诉你 就总结啊 就是那么 波勒波勒密 心经皆滴皆滴波勒皆滴 讲到最后 波勒才是大神座 才是大明座 这个是随身婆罗门讲的 因为他们就认为要有一个座嘛 那真正的座是智慧 真正除一切苦的座是智慧 只有智慧才除一切苦 一切苦从愚痴生不从智慧生 除一切苦从智慧生不从一切生 那一切智慧从哪里生 从陀罗尼文师修正生 是不是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如果没有智慧 你哪里能够出一切苦 那既然你已经知道怎么修了 你既然已经掌握了修行的心要 得智慧的心要 那么要怎样 快 赶快 依这个智慧到彼岸去 所以到皆滴皆滴 波勒皆滴 波勒生皆滴 那么大家都成佛 都成正卷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 那后面这个就比较简单 好 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就大概来讲一下 这个人员经到底都在说些什么 那么我也跟大家归纳一个 人员经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好 我看一下 我写一下 好 好 好 把它擦掉了 修行三决定 还有几分钟 可能再延误五分钟 就十分钟 我稍微跟大家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整个人员经的纲要 叫做心要 心经讲心要 因为信到能员座 我们就顺便讲到能员经 因为大家对能员经的误解很多 就以为能员经是 能员座的这个能员经是最早灭的 所以很重要 能员经灭了 佛法就灭了 不是 那以为能员经里面最重要的是能员座 不是 他的心要都在能员座里面 就好像你如果把心经念完了 觉得 心经最重要的就是阶堤阶堤 波落阶堤 那这样一样语词 你知道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能员经 到底在 因为常常有人问我 那基本上 能员经里面 能员经其实 你说能员经是不是佛法 他的刚要是佛法的 有一些说能员经是伟经 有一些说能员经是外道的 有一些说能员经是真经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经 所有经理里面他最重要的 因为他灭了所有佛法都灭了 那有一些说他根本就不是佛法 我们客观的说 他就是巧克力牛奶 巧克力加牛奶 他不完全是牛奶 但也不能说他不是牛奶 类似像这样 因为他的核心就是佛法的 那你说能员经到底在讲些什么 其实很简单 我常常教人家说 你就一个数字就可以知道了 基本上是这样 我常常讲说 能员经就一个数字而已 零三四二五五零七八 你就背这个 你就知道那意思要讲什么了 零三四二 应该不能这么写 这么写会不顺 应该这么写 零三四二五五零七八 就这样 他说这个是什么 我想给大家讲 零严经的核心就是 依戒定会得解脱 他有一个很明的维界 色心维界 依戒修定 依定化会 这个是零严经里面的 这个其实就是佛法戒定会的 三真上学 解脱的 依戒定会得解脱 依戒定会得解脱 由解脱得解脱之见 这五分法身 我们来看 他说修行山绝定义 这个山 这个就是成佛 圆满解脱 成佛解脱 你就这样背 很容易的我告诉你 你就知道你应该讲些什么 这个零圆满 究竟 这个山是什么 山就是山无漏学 美严经叫做山无漏学 阿亥经叫做山真上学 他就是一界定会的 你们没有听过真的 这个核心 山无漏学 他这个就是他的修行架构 他是佛法的 没有错 山无漏学也是讲什么 他说 这个 修行山绝定义 他讲得很好啊 修行山绝定义 这个是修行的山绝定义 决定要这样修 你看他不是说 叫你很严重 他叫你要决定这样修 你不这样修你不成就的 修行山绝定义 就这山无漏学 修行山绝定义 一个色心为戒 那后面就会讲什么叫色心为戒 那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就简单讲啊 有时间我们讲多一点再文中就好 就大概讲一下让你们知道一下 色心为戒 应戒生定 其实这个是佛法的啊 你怎么可能说这个不是佛法的呢 应戒生定 应定发慧 所以你不能说人缘经不是佛教的 这个是佛教的 那就是这里讲的是佛教的 那其他的就不一定 但我们来要分别啦 那四是什么 就是 这个是总节 总体 总纲 就三无漏学 那这个就是戒 这个就是戒 这个二五五零 是定 就三妹 这个七跟八是慧 等一下我跟大家讲 那这个四是什么 就戒 叫做四种清静名慧 有没有 本人连经一开始 一开始是种七处真心八煌变见 但是从戒定位层次来讲 他就是四种清静名慧 四种清静名慧就是四种戒 四种清静名慧 他怎么说呢 他是这样说 他说齐心不杀 则不随起身子相讯 四种清静名慧 四种清静名慧 我们解四就好了 还有五分钟 齐心不杀 然后齐心不 他一开始是讲淫 齐心不淫 不杀 不偷 不淫 不杀 不偷 这主要是三个 然后还有一个不妄 就是离妄语 大妄语 大妄语 那么这个是杀到淫妄 这四种 他的核心就是离杀到淫妄四种 四种清静名慧 那二五就是二五十五元通 就是三妹 二十五元通 你念经不是讲二十五元通吗 最后以大师智菩萨的念佛元通 跟观音菩萨的耳根元通 为主要 就是二十五元通 这个就是成就三摩地 就是三妹 修定的 那修定会引发身心的一种 不同的现象 叫做什么 五十阴谋 后来我们再稍微讲一下 要分别一下 五十阴谋 就是你修定之后 会引发身心的异常状态 会见到什么 看着什么 那你要分别 要好分别 这个就是定 那慧呢 慧一开始就讲 就是七处真心八环变见 叫做明心见性 但是 那我们等一下讲一下 这就是人缘经的架构啊 你仔细看哦 你回去仔细看 七处真心嘛 就问心在哪里嘛 那自己就是回到 回到阿罕经的心 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在内 在外 在中间 有没有 他讲这个啊 只是他后来看的是真心啊 这个我后面再讲 还有三分钟了 八环变见 辨别 那个见性啊 那个见性 就是我们叫明心见性嘛 那这个就是人缘经的核心 很简单啊 就戒定慧 戒就是什么 四种清聚名慧 戒定慧就是三嘛 得解多就是零嘛 就零三 这个 这个 四种清聚名慧 杀到一万嘛 杀 奴修 奴修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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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出成老 出三戒嘛 杀心不除 成不可出 淫心不除 成不可出 偷心不除 成不可出 有没有 他已经讲了啊 他讲这个啊 他不是说 你那颜奴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出 没有啊 他告诉你这个啊 他不是说你那颜奴就可以 出一件罪 没有啊 你杀心不除 成不可出啊 淫心不除 成不可出啊 偷心不除 成不可出啊 那如果大忘语 那你也 你就是也有污垢 也有难垢 你没有办法出 所以他叫四种清聚名慧嘛 然后你要修二十五元通 那要理解 这个修定的时候 有一些身心状态 你要善于分别 然后要了解 这个 但是能源经里面 我们说 能源经 基本上他就是 修行的纲要是佛法的 这个绝对是佛法的 你不能说能源经 这个讲的不是佛法 他这个就是佛法 但是能源座很明显 就是色受外道的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四种清聚名慧里面 要分别 他有色受 他有色受外道的部分 比如说他说不能吃五辛 乳酪 牛奶 这些基本上是外道尺的戒 但是他色受这些人 要告诉你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他有色受外道的部分 就是不死五辛啊 鱼肉啦 这些 葱啊 蒜啊 这些 就是在戒里面 他有色受 佛罗门跟沙门的部分 那这个五十阴谋里面 他第四十九跟第五十四 是说你不能证阿罗阿跟匹斯佛的 就是因为你要成佛嘛 所以他最有分别的部分 最有小圣的部分 叫善于分别 那七处身心八丸变见 基本上他的是真产唯心的真心的 这个是婆罗门的 这个是 这个是色受苦行沙门的 这个是色受婆罗门的部分 这个是色受小圣的部分 就分别小圣的部分 这个传言是以大圣的观念来讲的 因为他第四十九跟第五十个阴谋 是什么 是阿罗汉跟匹斯佛 所以你把这个稍微分别一下 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 能源座很简单嘛 零三四五五零七八 能源经啊 就是一界定位得解脱 一界定位得解脱 解脱来自于三无漏穴 就近圆满来自于 成佛来自于三无漏穴 不是来自于内能源座 成佛 我们就染这个圆满 究竟圆满 不管你是阿罗汉还是佛 一万以佛 以佛 因为他以佛为主嘛 那么 是来自于修戒定位 色心为戒 一戒 修定 一定发慧 一慧得解脱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戒是什么 戒 就戒定位嘛 这个三就戒定位啊 一戒定位得解脱啊 解脱来自于 解脱来自于戒定位 戒就是四种亲近民慧 沙道淫妄 那能源庆是从淫 淫到沙 淫沙道妄这样讲 那么二十五元通要修定 那么要分别五十阴谋 然后七处真心要去看那个 心跟那个信 那当然他是正常唯心的 他见到真心 但是佛法是见到妄心 心是虚妄的 不死的 要从这边 那稍微理解一下就好了 那你就知道 这个是任怨君的大纲啊 超过一分钟了 没关系 因为如果要讲 还要讲很多 但是你会知道 很清楚啊 任怨君就讲这个啊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不是佛法 是 好 下课 那就讲完了 那下次我们就讲这个 讲 介绍一下佛陀 好 好 大家合掌回响 愿以此功德 顾及一切 顾及于一切 顾及一切 顾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階共真伯道 继续奖